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要介绍行业输入法这20个字的猜字讲解 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左边是肉字边 肉字边它跟月放在一起,它是盖子7跟横移组成的7 7的位置在7上 右边上面是一个木,木的话是正教4跟8 48的位置在4下 好,再来呢,是人,所以我们按下8中 好,最后呢,下面这个字根呢,中间3直开头 最后,右边2点的89,所以是38 那38的位置在3下 好,下一个的话,我们要先猜 左边前两笔这个字根,它是91撇9橫1 那91的位置在9上 好,那下面呢,是一个大 大的话是橫1跟人18 那18的位置在1下 好,接着要猜的是外框 橫1另外2这个外框 那12的位置在1上 好,然后呢,最后回去写中间的这个字根 好,然后呢,最后回去写中间的这个字根 五一 好,顺完五橫1 那五一的位置在5上 好,下一个要先写的是外框 好,那这个外框呢 那这个外框呢 好,最后呢 是戳这边 戳这边是点6开头 8那结尾的68 68的位置在6下 好,下一个的话 最上面是一个啤酒 所以我们下酒中 好,再来米的话呢 是2点的8开头 然后呢,最后2点的8结尾 所以是88 那88的位置在8下 好,最后呢 下面是一个芯 芯的话呢 是点6开头 点6结尾的66 那66的位置在6下 好,下一个我们要先拆的是 逆弯2 也就是上面的第一笔逆弯2 勾起来的这一个 好,那我们按一下2中 基本笔画 然后呢 接着是拆中间的这一个10 正交4 所以我买一下4中 好,最后呢 桌子边 我们拆过了 它是点6开头 8那结尾的68 68的位置在6下 好,下一个呢 我们看左边是回字边 它是方框开 磁血 最后点6结尾的06 06的位置在0下 好,那 右边呢 是一个公 公的话是1开头 1结尾的11 1的位置在1上 好,下一个的话 左边人这边 我们就直接按8中 在右边上面前两笔呢 是3直横1 3E这个字 跟3E的位置在3上 好,最后呢 下面是一个背 背的话是7跟8组成的 因为木是7 好,那下面是8 那7、8的位置在7下 好,下一个呢 我们看左边3点水 猜的是38 也就是3下的位置 好,那 右边 上面呢 是 81 这个字 人跟1 81的位置在8上 好,最后呢 右下角的这个口 我们按一下0中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 左边提手旁 猜的是94 也就是9上的位置 好,再来右边上面呢 我们要猜这根是91 我们看 右边上面有个外框 撇9开始 然后呢 右边的最后一笔是横1 所以呢 取头也就是91 91的位置在9上 好,然后呢 中间有一笔3直 所以我们按一下3中 好,最后呢 下面是一个右 右的话是 顺弯5跟8那 58也就是5下的位置 好,下一个字 我们看 左边是车 车的话是横1 跟正交4 第一笔横1 最后正交4 14也就是1上的位置 好,然后呢 右边的话是 先写逆弯2 有勾起来的这个 逆弯2 所以我们按一下2中 好,最后一个撇99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 席 那它上面是一个双10 加横1 那双10的话也是算正交 所以我们取4E 4E的位置在4上 好,再来的话是日 日的话是01 01是方框口 横1 01的位置在0上 好,下一个我们看 左边 是 先拆正交4 那 我们可以看到有直的这个30 好,这样算一个字根 所以 我们先拆正交4 也就是4中 然后呢 下面有2点的8 所以我们下8中 好,这样左边拆完了 再来我们看 右边最上面一个啤酒 所以我们下9中 好,那剩下的部分呢 是两个横1 最后一个酿2 所以取得位就是12 12的位置在1上 好,下一个我们看 左边赤字边 我们拆的是98 撇9跟10 98的位置在9下 好,再来右边呢 要先拆的字根是99 我们看右边 前面两笔就是 两个撇9 所以99的位置在9下 好,再来的话呢 是一个正交4 10 所以我们按一下4中 好,最后呢 木的话 它是例外的 放在7中的位置 好,下一个很简单 上面是 日01方框口 橫101的位置在0上 好,最后呢 一个橫1 1中 就有这个字 好,下一个呢 我们看左边 密字边拆的是28 也就是二下的位置 好,那右边呢 拆的 上面拆的是 98 好,那它虽然是 蓋子7开头 不过它是例外的 跟瀑布 归类在一起 所以我们去98 98的位置在9下 好,最后呢 有一个方框 口0中 好,下一个 左边提手旁 拆的是94 94的位置在9上 好,再来呢 要拆的字根呢 是81 我们看右边 上面是 2点的8 橫1 这样是一个字根 那81的位置在8上 好,那81 写完之后呢 中间有一个大 大的话是 橫1跟 人1 8 也就是1下的位置 好,我现在已经 取三个了 直接跳 最后一个勾起来的 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来2中 好,下一个 我们看 左边是3点水 拆的是38 也就是3下的位置 好,右边最上面呢 一个撇9 所以我们来一下 9中 好,最后是支 支的话是点6开头 最后巴纳结尾的68 68的位置在6下 好,下一个的话 我们先看 左边上面的前两笔 撇9 然后勾起来的 另外2 所以是92 92的位置在9上 好,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点6 所以我们来一下6中 好,再来 右边有一个刀 刀的话是 归类在7 所以我们来一下7中 好,最后呢 下面是一个背 背的话是78 也就是7下的位置 好,下一个 左边提手旁 拆的是94 9上的位置 好,那 提手旁拆完之后呢 右边我们看是 线一个横1 所以我们来一下1中 好,那横1 拆完之后呢 接下来的 这三笔 是顺王5 横1 横1 那取特位就是51 51的位置在5上 好,那剩下的部分呢 是一个字根 它是3直 开头最后巴纳结尾的38 38的位置在3下 好,最后一个我们看 左边是木 木的话是正交4跟8 48也就是4下的位置 好,再来呢 右边上面是一个8 所以我们来一下 8中 好,那剩下的部分呢 是逆王2.6 26这个字根 26的位置在2下 好,那接下来呢 那我跟其他影片一样 我会介绍一些 特别码 或者是二级解码的打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 C的话它有 二级解码 那所谓的二级解码就是 前面两个键加上排的数字键 就可以完成这个字的输入 好,那我们先看 这个字前面两码分别是 7上跟4下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按数字8 好,下一个呢 它用的是特别码 特别码就是指定的两个按键 然后加空白键 不用拆到全码 那这个字呢 它是用 9上跟5上 这两个键 好,下一个呢 用的是二级解码 所以取前面两码的话 就是9中8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数字6 好,下一个呢 二级解码 所以二级解码 四中 之后呢 你可以选6 好,下一个呢 用的是二级解码 所以八中 三上之后 选7 再来呢 也是二级解码 所以三下 八上之后 选0 好,接着用的也是 二级解码 九上 九上之后呢 选3 好,下一个我们看 也是二级解码 所以四中 八中之后 选9 再来呢 也是二级解码 所以 九下 九下之后呢 按数字4 好,下一个也是二级解码 所以二下 九下之后呢 选0 接着一样二级解码 所以三下 九中之后呢 选6 好,下一个用的是 特别码 那它取的是 六中 跟 七下 好,这两个键 加空白键 好,下一个呢 二级解码 所以九上一中之后 选5 好,最后一个呢 也是用二级解码 所以 四下 八中之后呢 选2 好,那以上呢 就是行列 输入法则二十个字的猜字讲解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谢谢你们的收看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欢迎留言或是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跟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啰 好,谢谢 我们今天说 好 这支影片 草 tirar 拿